《氧氏》 《氧氏》 样物食材我做的特色 里面都是食食 油耳不利的感觉就是 食食就是一头就散了那种 然后才有交接 每天平均的就是得几百千毛过分 供不应求的 大食的菜 家常的味 我是王崔香 老女样物食就是 它的做法不一样 样式也不一样 它只是表面有那个倒影的丝 它就吃不到这个丝子那么多 老师在我做自个 做类传去学的 我们去学了回来 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嘛 就是天天做 反复地做 都做了够多油 首先就是和面翻面 成熟人说不到 但是很考究就是 人说出来就严重 甚至外就万人说不了 把这个糖加在水里先融化 其末的就是 让这个糖 这句话是糖水 要揉到这个面皮光滑 然后不沾盆不沾收了 然后才把它醒发 好 这个包装把它蒙起来 发销到两个半 到三个小时住 是最好住的时候 做这个洋务室啊 程序啊 手法都要多一点 都是老师傅 因为学的这个难度比较大 基本功比较讲究 比如说有个岸板 一般都要切到半斤面 每个基本功的那个面 你都塞不住 那你应该是手法狗 你面没不好 你没干净整 厚度你干厚了 那都影响你的脂肪的效果 要是啊 这个原材来也简单 不复杂 学了筋膜的春板油 然后打成肉勺子 和上那个春西白糖 比的基本就是 一斤板油 一两五到二两白糖 我们家里面塞肉 ol 里面塞肉 补油的时候 也成了一段葡萄味 红薄要均匀 而且是 你摸稍微厚一点 然后贼得 贼得三成之后 再切丝 贼得上也很考究啊 必须要偷偷找尽 尸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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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尸 切丝道工很关键 面是软的 你刚刚来了 你摸到那个面 你根本切不走 用的也得要快 也倒下去 但是切切走 真正的师傅切回了 就算切大白菜 切切走就是 把面拿长一点 拿起一点 一拿一弹一头 一弹就完 固定在左手 然后右手旋转 这个东西你用碗进去 它就膨胀了 如果你把它挤进了 它反而要快 我们就是打印刷这 15分钟 糖和油 预热了之后 它就这么快 剩热到这个面里边去了 我们就是数得少了 就挣点这种辛苦 像以前就是 求得了是学手艺 第二个店在城那边 开张的时候 家庭出现了问题 当时就只顶着 有没有人手的 睡的时间最多就是 三个半小时到四个小时 坚持困就是三个多油 当时真的想放弃 就是哪怕我在做面的时候 沿着水都包起来 别人不要来问我 我就又要问我 那沿着水滚就出来了 不想起太多欣赏了 至少我坚持下来了 还是没放弃 太快帅了 很开心 强度 还有劲 好的 海里 ventions 优优独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